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张太炎先生 有一天晚上睡觉 梦见两个小鬼抬着一颗轿子来到他跟前 小鬼们说 东越大帝派我们来请你去做派官 等天亮了我们再送你回来 张太炎就上了轿 这两个小鬼像飞行一样 没多久就到了东越大帝了 因为每天都去上班 所以他知道了很多阴曹地府的事 没事就跟朋友们聊天 谈谈昨天晚上办了些什么事 中国外国都有阴间 但是阴间的言语相通 没有隔阂 生活状况跟人间差不多 但是不见阳光 天永远是灰蒙蒙的 好像永远是阴天浓雾的样子 昨天晚上我想起一件事 就去跟东越大帝报告 听说地狱里有一种袍落刑法 想来未免太残忍了 能不能把他废掉呢 东越大帝听完之后 没有说话 笑了一笑就告诉他 你先到现场去看看吧 东越大帝 东越大帝 于是拆遣两个小鬼 带他去看袍落地狱的地方 走了一段路 小鬼就跟他说 我们已经到了 就在这里 不是啊 我要看的是 袍落的刑场 是啊 这里就是袍落的刑场 张太炎 当下就恍然大悟 原来地狱 乃贪嗔痴变化所现 就如地藏经所说的 如果不是受罪的人 不是菩萨 其实地狱在你面前 也是见不到的 这不是人力或神力 所能改变的 不是残忍不残忍的问题 而是地狱种种刑罚 都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当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